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号女嘉宾陈娇娇 26岁南京人 就职于一家金融机构追求高质量婚姻 宁可不结婚也绝不相救 祝愿她们在节目中找到自己的缘分 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六位女生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 接下来欢迎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 首先是情感专家马勇先生 欢迎 大家好 我是马勇 认识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 节目的存在就可以催化这个速度 欢迎 欢迎我们的资深心理资深专家 江周老师 欢迎 其实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 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看见的 但是一个人是看不见自己的 只有遇到厉害的人或者事 反射过来才能看见自己 所以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看见彼此 看见自己 如果都能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 这一世也不会过得太长 是的 就是看清自己这件事不太容易 好 那我们接下来掌声 有请今天的一号男嘉宾 欢迎 欢迎 一号男嘉宾马文 23岁 新疆人 在上海 目前是一名活动策划 各位女嘉宾好 我叫马文 老乡 是吧 对对 我也新疆的 因为之前就有了解 说这个主持人是新疆的 所以我特地去查了一下 新疆男生都高一点 平均伸到的尾巴 三号 我觉得我们男嘉宾就刚刚走出来 气场特别强 马上进入荔枝小Q 荔枝小Q 探索爱的未知数 好 准备好你们手中的牌子 选择A或者B 荔枝小Q请出题 喜欢安稳还是有挑战性的工作 A 安稳的 B都有挑战的 安稳还是有挑战的工作 周末你喜欢睡懒觉吗 A 喜欢 B 不喜欢 六号女生 哇 娇娇你是要起来做早餐是吗 周末的时候我不想把美丽的早上浪费在睡懒觉的时候 或许是因为我比较早睡 所以说没有懒觉 你拍照的时候喜欢站C位还是靠边站 A C位 B 靠边站 只有全场就你要站C位 只有这个C位 他就觉得他这个形子站在C位 什么人可以站C位 你喜欢看恐怖片吗 A 喜欢 B 不喜欢 那你为什么不看恐怖片 因为我觉得那个恐怖片可能不够恐怖吧 吓不到我 一般去跟朋友出去玩 比如说那个恐怖屋之类的 我都是无感的那种 独自旅游和多人旅游 你更喜欢哪一种 A 独自旅游 B 多人旅游 你又成了全场的唯一 对 你喜欢一个人旅游 对 对 我觉得一个人旅游的时候 可能会更安静一点 然后一个人出去旅游 可能说遇到的人啊 事啊 都会让自己更贴近当地的生活风格 让自己更安静一点 我上这些题目都是相通的 怪不得你在前一个 和大家都不一样的选择上 你是那个答案 因为你喜欢独自旅游 所以你永远都是C位 心情很差 是喜欢一个人呆着 还是找朋友倾诉 A 一个人呆着 B 找朋友倾诉 旅行结婚和传统婚礼 你更愿意选择哪一种 A 旅行结婚 B 传统婚礼 你能接受另一半的 作息与自己做开吗 A 接受 B 不接受 这个我还蛮惊讶的 怎么讲 就之前有一半女生接受 作息错开 那两个人怎么谈恋爱 互相磨合 都错开了 怎么磨合 就是我可以在我的时间点 让一点给她 然后她也调整一下 她的作息给我一点 就够了 你会做一些秀恩爱的行为吗 A 不会 B 不会 5号是在没有问出会和不会的时候 就先举出了B 是什么 你已经感觉到就是不 因为我从来不会秀恩爱 我讨厌秀恩爱 对 我很反感秀恩爱 还有那个领导啊 都在我的微信群里吧 我就很尴尬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你身上 你不秀恩爱是一种社会舆论压力 对 2号也是不想秀恩爱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如果真的在一起的话 一定要确认下来 就是一定要感觉就是那种要订婚 如果说到后面分手的话就很尴尬 男生非常想秀 怎么办 那她如果非常想秀的话 她可以 但是我这边我不太想 可是她就让你发 你不发就分手 如果她真的喜欢我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会强迫我的吧 你看啊 2号和5号 他们讲了自己不愿意秀这个原因 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 但是仿佛和恩爱本身并没有关系 更多的是 如果不是很踏实的话 要对自己的面子留一个退路 是吧 我没有想到现场这么多人是不愿意秀恩爱的 以我的了解 我觉得这个事儿 咱们70后估计是比较保守 90后的年轻人 我觉得应该是很张扬的 至少我孩子他们谈恋爱是很愿意秀恩爱的 这样吧 既然两位老师都提到了这道题目 我们荔枝小Q 根据一个大数据的采样调查 有51.1%的朋友 他是不秀 48.9%的朋友是选择要秀 其实差不了太多 前面的三点 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能够理解 比如说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关于秀不秀 然后有些人主动 有些人不主动 最后一条 相较于未婚者 已婚的人 对于秀恩爱的态度更为保守 你们是不是把秀恩爱理解成了 就在自己的朋友圈去发 和男朋友相处很幸福的那些图文 对 有没有想过 你和男朋友一起在看电影的时候 看到动情的地方 突然两人突然之间接着吻 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今天 你和闺蜜们一起在等你的男朋友到来 他来了之后 你看到他来了 突然就扑过去抱一下 然后他在你头上摸一摸 就是这种不在网络上 而在这种面对面的社交环境里面 时不时的秀恩爱 人家叫撒狗粮 对 我很少在朋友圈秀恩爱 但是我和爱人相处的时候 周围无论有多少人 我们都会不经意地秀一下 我觉得秀恩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是我谈对象的话 我就要让我朋友圈里面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谈恋爱了 那你就假设 假设你现在和小马谈恋爱了 然后你们要发一张合照 你的文案会怎么写 确认过眼神遇见对的人 那你会要求小马也发吗 我不会藏球 我是会发的 我选的A 我的原因是因为 我想让他的身边的人 还有我的身边的人 知道我有对象了 那这样 刚刚他发的是那句话 现在就比如你跟他 你会怎么发 我可能会简单一点 直接发一张双人的这样的照片 没有文案 没有文案 就更明白一点 公司又来了新同事 不会 发现自己多了个妹妹 因为平时很少发 所以突然你发一张 两个人的合照进去 就意味着一切了 对 就懂了 反正 秀恩爱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 最重要的还是爱字 不是秀字 也因为秀恩爱之后 秀分手了 就比较尴尬了 通过这次到问题 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 你们的婚姻观 生活状态 包括一些恋爱观 我们的荔枝小Q环节 进行到这里 马上进入 有缘相见 我看看啊 一到几号 一到一号吧 他到一号了 他和他换一下 所以好了 这个小马做出了 他的第一演员的印象 有一个前三名 那接下来 女生要根据你们的 第一演员印象 为他进行打分了 一到五分 请打分 一到五分 中国人自古就有 喝熟水的习惯 筋脉狼粮百开 口感柔喝着舒服 柔舒服 熟水品类开创者 全国销量领先 筋脉狼粮百开 口感柔喝着舒服 请到健康产品合作伙伴 一令新活 中老年奶粉 提醒您收看 精彩节目 中国人自古就有 喝熟水的习惯 筋脉狼粮百开 口感柔喝着舒服 柔舒服 熟水品类开创者 全国销量领先 让依靠 接下来女生要根据你们的第一演员印象 为她进行打分了 一到五分 请打分 在左边还可以 右边怎么都两分 对 我们的五分是最高分 现场一号最高分 我们再看看场上最低分 就是五号和六号 五号怎么就打了两分呢 因为我觉得她长得太帅 身边的女生肯定太漂亮了 我感觉我不够格 这种肯定是假话 你觉得自己会在前三名里吗 五号 不会 觉得不会 对 反正刚才那个肯定是客气话 不是那二号 没有 发自内心的 那五号我问你 你觉得你不在前三名 你觉得现场哪几个女生 会是她的前三名 我觉得一号吧 一号 一号会在 会榜一 榜一 对 榜二呢 二号 二号是榜二 对 榜三呢 榜三的话有可能就三号 按照这个牌 你是随意牌的 不不不 我没有随意 我问你为什么把二号牌榜二 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 男生喜欢的类型 比较小清新啊 可爱 小鸟依人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你们这一半 哪是什么类型啊 就 就 就比较 重口味 强势 比较强势 恐怖型 是吧 强势型 然后这个老年作息型 是吧 六号 也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可能 进她的前三 然后这样打分 在我和她进行小答题的时候 比如说其中有一道题 叫独自旅行 我不是非常喜欢独自旅行 因为我的自理能力 不是非常强 我选的独自旅行 是一个人的状态 我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让我有一个伴侣 陪我一起去礼琴 让我来照顾她 六号旅嘉宾 应该是在男嘉宾的选择范围内 我有姜老师从这个细节 因为她很急于 要去把她自己的圆起来 对对对 这个我们了解完两个最低分 给了满分的一号 对她这么满意 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这人其实是比较看脸的 然后我觉得看脸 又看身材的话 我觉得她真的非常是我的菜 一号一直在表白 刚刚那个包括秀恩爱 那两句对账也说得特别的好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好 这样 接下来我们就花点时间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男生 一直还不知道她是什么样 看一看她的短片 好 这样 准备好了 出门 准备好了 出门 准备了 和我一起打卡南京吧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印记 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将这些印记刻在自己的心中 这次来年间我买了很多小吃 一定要把之前没吃的都补上 美食呢我是吃完了 现在呢消消神听说紫禁山不错 这就走 同学自己看的特别的专注 你问问女生看完你这个短片是什么样的感受 先问问一号吧 她可能是一个比较热爱旅游 然后喜欢爱好的话可能有爬山 然后吃美食 并且她还健身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人 那你觉得五分都不够了 我觉得五分挺好的 给她一个满分 六号 我刚才看到男嘉宾的这个短片 从不同的类型生活类型 还有健身方式 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我特别喜欢健身 然后游泳啊什么的 我觉得男嘉宾起码通过短片 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健康 有生活爱好 很三观正的男生 疫情期间在家有坚持健身吗 我家会有一些瑜伽店做健身 还有就是我不能习惯在家宅着不动 我是个多动症女孩 那段时间我也是在健身锻炼之类的 然后她受到好动的时候 跟我有一些共鸣 可能我对这个择有标准之一就是 我希望我这个未来的另一半能够会游泳 那你看一号刚整个人头都垂下去了 一号你会不会游泳 会 你看那你不用垂啊 一号肯定是看出来 男嘉宾刚才跟六号的那个互动里面 其实是还蛮 对我觉得他更喜欢那种很优秀的女生 一号也很漂亮 你看看 好来来来我们聊回到主题 刚刚那篇子其实更多的讲的是旅游嘛 那旅游像是你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标签 其实说旅游的话 我有一点点的不赞同 我会把它换成旅行 因为在我看来旅游和旅行有本质的区别 虽然有一字之差 但是我觉得是没有一千里 你来跟大家说差别在哪里 旅游更像是一种去消费消钱 但旅行的话是一种自我的这种 去自我认知 自我探索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的这个出发点更多是旅行 目前为止在你的若干次旅行当中 哪一次是让你印象极其深刻 我今天来的时候也有带照片 看一下 看一下 这张是在江西平乡的五都山 那这个是早晨还是在黄昏 这个是五都山的云海日出 那岂不是半夜就开始爬了 是从下午开始爬 六个小时爬上去 然后自己带了那个帐篷之类的 就住在上面 然后等这个日出 这个是赛里木湖 我们新疆的赛里木湖 我爬到这个山顶的时候 当时是四月 四月那个雪正在画 而且这条山脉是那个天山山脉 应该还有一张照片是在 对 这张是我登顶的 一个天山山脉的照片 你说实话只给你两分 那么美的赛里木湖 被你拍得像一个煤矿 那个人是你吗 这个人是我 然后你是把 那是这谁拍的呢 这样第一次拍 然后自己跑跑远 然后站脑栓顶上 一个旅行真的 我跟你说 这看起来像现在这 已经蛮远的了 你看那个上面有一个 那个山石 堆起来的那种 我是这边也有一个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又跑过去 那边踩一踩 所以不容易啊 奔跑 太心酸了真的 抓紧跑到这一项 这个是龙脊梯田 这个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是自己去的 恰巧在这时候 我遇到了两个 跟我同行的人 看到他们拿着包袱 我就问他们 我说我要去龙脊梯田 你们要去吗 刚好他俩也去 所以我就捡了他俩 用我们这个旅行的 行话来说是捡人 然后刚好老板也过来 接我们去了 这个龙脊梯田 他俩到现在为止 也跟我关系处得不错 就是以朋友的相识 路上相识的小伙伴 对 因为有很多单身的朋友 看到那种 很会做攻略呀 计划好旅行的那种男朋友 就让别人特别羡慕 你是这种吗 我一般来说 会计划好旅行的 就缺个女朋友 我自己比较好奇的是 刚才他说 关于女朋友要游泳 这个是为什么呀 对 这个我得说说 然后 其实对游泳这件事 我觉得是一种 在对于旅行的人来说 在这个旅行的途中 更是一种 这个自保的能力 因为我是亲自 就是遇到了在那个 南疆 新疆的南疆 我去的时候 有一次我是亲眼目睹 我这个刚好天山山脉 它那个雪融化了 然后那个大水下来 就把人给冲走了 我当时会游泳 所以我就回来了 他就被彻底冲走了 你算是自己留下了 一个小阴影 对 其实这件事 对我冲击还是蛮大的 后来想起这件事 我都在想 我都在劝身边的朋友 就是旅行之前 请你先学会游泳 是你叫谁游泳 谁反对过吗 没有 至今我身边的朋友 都没有反对过 如果他们 如果他们会说的话 我都会跟他们提到这件事 我说我希望你们去学一下 然后我希望你们 掌握这份求生的技能 你刚才说那段话的时候 非常在像和一个想象中的 不服从你这个要求的人 在对话 我是在对现场的女嘉宾说 你之前谈过几段 我之前谈过两段恋爱 两段恋爱 然后分手的原因都是因为 不是游泳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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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倒不是 然后第一段是在 第一段比较那个出色吧 在那个高中的时候 谈了三年 另外一段是在大学的时候 还没有 不算谈吧 是他在追我 他在没有 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 告知我身边的同学 还有发他的朋友圈 就说我是他的对象 所以我就 没有经理同意 就已经秀了恩爱 对对 所以我就跟他就 所以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 你跟我们导演讲说 你是一个在爱情里 要主控的人 我是想更多的主导 我俩这个恋爱的过程 在恋爱的过程中 我想带他去旅行啊 想带他 比如说他不会游泳 我可以教他游泳之类的 我希望这些是 有有